看看新闻榜 红毯女王陈然带着自己的侄女来做示范 Zoe 那我们今天来挑下衣服好不好 一个很卡通的人物 然后颜色搭配的也很好 我觉得这件很像大人的一件T恤衫 有时候会这样做 其实对于她来讲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引导她 那我会告诉她什么样的好看 然后她有时候会挺听我的 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 我觉得还是让她开心 她自己喜欢 然后她自己才穿得比较自信 对于有点内向腼腆的侄女 陈然是手把手地灌输自己的时尚精 而高原的儿子可就不同了 上京前对自己的形象还要有要求的 你看头发还得熬一熬 她有做有要求吗 你觉得你女生还是爸爸女生 女生 基本上我会尊重她的 让她自己如果去买衣服 我们经常也会去国外买衣服 就会让她进去 我觉得我还算是吵的 小孩子有要求 如果你不吵的话 他觉得你挺苦的 比方说他会说你这个鞋不好看 有时候我早上 比方穿好这套衣服出去 他会说你不要穿这双鞋 你应该换这双鞋 他真的会这样跟你来这么说的 其实这套我也比较喜欢的 配上牛仔裤 因为这个格子呢 而且它颜色比较跳跃 你出去度假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疲劳 而且跟家人在一起 找你也比较好找 它其实还有很多想法的 你看这个地方啊 里面这儿 补了一块 是吧 补丁的 然后这里你看绣的东西 包括这里是不对称的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好像人这个身上 要有这个刺青一样 这个衣服上呢 也要有一个标记 搭配亲子装 格子无疑是既休闲 又能拉近距离感的元素 因为这个衣服啊 它已经颜色比较漂亮了 而且上面有很多小的修饰 已经略微复杂一点了 所以我觉得裤子呢 就可以单纯一点 这个颜色呢 其实跟这个上面有搭配的 跟这个线条是搭配的 因为这套衣服本身比较男性嘛 像那个格子衬衫 很男生 所以选择一个微蓝的 可以稍微的女生一点 然后也可以把它这样 如果是短裤的话 然后你里面搭一个很小的衣服 然后这样把它系起来 然后可以把那个腰露出来 但有一条最主要的就是 你穿格子的衣服 千万不能再穿人的裤子 那就变成床单了 除了格子衬以外 连帽棒球衫也是很好的亲子装 还具有简明的效果 这套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我平时 其实比较男生一点了 然后很少穿那么艳丽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这个粉色 穿上去就会比较干净 会搭一个海军衫 我也比较多 然后今年也比较流行那个条纹 然后稍微打破了一下 这个就是特别干净的 一条衣服里面 有一个亮点 和高原成人一样 如今的潮爸潮妈们 想走在街头上博取回头绿 不但自己要打个的亮丽 自己的宝贝 同样也是最重要的焦点 他们的穿着搭配 同样也考验着父母的时尚金 这件事 我来说 我来说 我回来说 我来说